感情話題來看到這幾天 嘉義山區雨勢不斷 位在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的 天雲谷瀑布 因為豐沛的雨量 水潰景致相當的壯觀 曾為BBC製播台灣旅遊節目 拍攝影片的空拍達人 柯發壽日前出動了空拍機 拍攝天雲谷瀑布 氣勢磅礡的壯麗景致也讓人驚嘆 上輪間瀑布傾斜而下 氣勢磅礡 雄偉壯觀 令人嘆為觀止 為在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的 天雲谷瀑布 發源於咬人貓溪 因瀑布高懸在山谷岩壁間 就像是雲霧懸掛在山嶺 因此被命名為天雲谷 瀑布大約可分為五段 總落差約250公尺 其中引路差最大 由陡峭岩壁上落下的頂層瀑布 最為壯觀 去到那邊的時候 發現天雲谷瀑布的水量 還蠻多的 然後我們就一起 空拍機的同好 然後就一起升空去拍照 然後真的有到達 我們想要的畫面 蠻美的 然後瀑布飛到上頭的時候 還出現彩虹的畫面 真的很美 曾為BBC製播台灣旅遊節目 拍攝影片的空拍達人 柯發壽 日前出動空拍機 拍攝天雲谷瀑布的壯麗景致 讓人驚嘆 其實用空拍機的話 可以跟一般人的視野不一樣 就感覺好像是上帝的視野一樣 嘉義氣象戰統計五月至今 阿里山區累積雨量高達1869毫米 被梅雨豐沛水量充沛所四 重現大自然的磅礫器官 攝影愛好者用鏡頭記錄 這難得的一刻 讓民眾看了彷彿置身世外桃源 接著蔡崇武嘉義報導